欢迎收看小老婆系机车资讯网的残酷擂台 数字会说话单元 我是大王星哥 今天一样跟大家聊聊 2023年5月的机车销量分析 5月的台湾开始进入梅雨季节 那机车的销量 似乎也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梅雨来得早 5月的机车销量就下滑 那梅雨来得晚呢 5月的机车销量就上扬 所以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呢 5月份的销量表现实在没有一个规律性 姑且就称作一个不确定的5月吧 5月份的机车销售总台数呢 一共是67,293台 市占率的前5名是 三阳、光阳、YAMAHA、锐能GOGRO和SUZUKI 原本一直在第7名的SUZUKI呢 5月份的销量和市占突然大幅成长 以我的观察来看 应该是台铃在近10年来 表现最出色的一个月 不过具体的原因 我先卖个关子 等等后面再说明 6到9名是HONDA、PGO、BESBA和宏加藤 市占率前5名的数字分别是38%、26.3%、17.2%、7.3%和2.8% 以销售台数来看 第一名的三阳是25,548台 第二名的光阳是17,719台 第三名的YAMAHA是11585台 上个月我才说 GOGRO要干掉YAMAHA是不可能的 除非GOGRO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出现 但我真的是要关心一下台湾三业这间公司 市占率从年初开始的20.4% 每月持续稳定的下滑 5月份已经掉到17.2% 所以YAMAHA今年是打算市占率守住15%就好了吗 算了不说了 等下又被人家说我是三叶黑 跟上个相比 销售台数从52,192台 提升到67,293台 所以5月份多卖了15,101台 但是销量跟市占率都双双提升的车厂 只有HONDA跟SUZUKI HONDA是因为RABIO500大量到岗 5月份疯狂交车 加上年初缺到现在的MSX125也大量到岗 所以一起推波助澜而成 SUZUKI则是因为复古车继续热销 除了原本的SALUTO继续热卖之外 所以125单月爆单才是最大的主因 跟去年同期相比较的话 大概是去年的梅雨下的比较早 又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去年5月只卖了48,913台 今年5月则多卖了18,380台 那差不多是成长了37.58% 销售量跟市占率都有成长的公司 有三间 三阳、光阳跟SUZUKI 销售台数成长最多的车厂是三阳 今年5月比去年5月多卖了10,09台 市占率提升最多的车厂是SUZUKI 从1.9%提升到2.8% 成长了99% 至于想要销售冠军头衔的光阳跟三阳 竞争一样非常的激烈 只是以市占率来看 三阳成长了6.2% 光阳成长了0.5% 所以不是光阳不努力 而是你的对手在产品上更努力 至于有些事情 你呢 你知我知独眼龙也知 我们就点到为止就好 接着我们来看高阶125的销量 不约份的销售冠军 不意外的还是三阳的JET SL125 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 JET SL125 TCS版竟然卖这么多台 JET SL125 ABS加上TCS版 一共卖出3770台 其中ABS版占了1139台 5月9号才发表的TCS版 竟然卖了2631台 第二名的YAMAHA 6代近战 一共卖出2076台 虽然也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点 但是这个数量 还是差JET SL一大截 不过我还是要帮6代近战鼓鼓掌 TCS版这个月的销量 一共有1086台 创下历史的新高 ABS版加上UBS版 一共则是990台 第三名是三样的JET SL125 ABS版加上CBS版 一共卖出1143台 第四名是光阳的RAZING S 125 第五名是YAMAHA的BWIS 125 数字就请大家自己看 再来是入门125集聚 先来说一下总销售量 三样的新敌诀 加上火力 加上全新敌诀 一共卖出9163台 继续残联本集聚的销售冠军 光阳的GP125 加上新豪卖 加上大地名流 一共卖出6242台 位居第二名 YAMAHA的近豪 加上Joke125 一共卖出3513台 位居第三 接着要来看大家最关心的150CC集聚 这一次我们改一下顺序 先来看第五名的车款 第五名有点令人意外 是光阳的KRV 皮带版 原本在KRV MOTO推出之后 皮带版就变成几乎没有什么人买 但上个月推出的KRV NERO版 也就是改色的皮带版 马上就把KRV 皮带版的销量拉高 这个月更夸张 一共卖出669台 就直接把只卖592台的YAMAHA FORCE 2.0 挤出五名外 第四名是光阳的KRV MOTO 一共卖出705台 不过从这两个月的销量来看 KRV NERO版确实有点挤压到KRV MOTO的市场 但不管怎么说 整体的销售数字还是变多了 也算是有帮助 第三名是YAMAHA的ORGA 一共卖出754台 第二名是三样的DRG E58 一共卖出796台 销售冠军依然是三样的MNBCU 一样以2864台 稳坐冠军宝座 上次有网友问到 我们都只有讲前几名 不敢秀出整个150CC集聚的整体数字 尤其像光阳还有明流150 G6150 Like150 等等这些路上常常遇到的车款 这些色种加起来 应该光阳才是第一名 同学啊 2023年5月 光阳所有150CC的苏克达加起来 一共是3086台 你自己加下三样的MNBCU 加上DRG 一共是几台 2864加796 一共是3660台 三样所有150CC集聚的苏克达加起来 一共有5070台 有自信是很好 但你要注意一下事实好吗 YAMAHA的150CC集聚苏克达加起来 一共是1474台 至于上个月超级热门的水冷之王PEGO的TIG 5月份一共挂牌 28台 最后我们来看电动机车的销售数字 5月份全部的电动机车销售台数是6853台 对比全部机车的销量67293台 大约是占了10.2% 卖的最好的车厂依旧是GOGRO 全车系一共卖出4883台 约占整体电动机车市场的71.25% 其中卖最好的车款是VIVA MIX 5月份一共卖出1173台 第二名的GOGRO DELI 则一共卖出1022台紧追载后 绿排动力的GOGRO VIVA 则以838台位居第三 强调实用大空间的GOGRO VIVA XL 则以669台排名第四 原本以动力为主的GOGRO Super Sports 本源份已经掉到第五 是否代表电动机车的族群 已经从玩乐进行转成实用的方向呢 这个相当值得观察 PPGN的伙伴们 这几个月的表现则是相对平稳 除了宏佳藤的绿排动力AI FOREVER 以154台 以及AI ONE SPORT 以131台 拿下PPGN的销售冠亚军之外 其余的成员都不到百台销量 第三名是台零的E-READY 一共卖出88台 第四名是中华的绿排车款EZ-1 本源份也卖出69台 第五名则是YAMAHA的EMF 本源份也有68台销量 纯充电的电动机车 SYM的E-5 本源份卖出131台 中华的IE-125 本源份也有40台销量 而光阳的IONX车款 依旧是绿排动力卖得比较好 加上车架与支费补贴的双重诱因 也让销量有些微的亮点 轻量的I-ONE AIR 卖出351台 长续航的I-ONE FLIGHT 卖出235台 美型的I-ONE换电板 卖出166台 以上是前三名 动力跟操控平衡的S7 本源份也卖出127台 表现不错 以上资料就给大家参考 最后我们来分享 5月份的单一车总销量 第10名是YAMAHA的6代近战 一共卖出2076台 第9名是光阳的大地名流 一共卖出2101台 第8名是光阳的NICE XL-E15 一共卖出2124台 第7名是YAMAHA的JOG 125 一共卖出2196台 第6名是光阳的GP 125 一共卖出2281台 以上都没有三洋的车总 因为前五名都是三洋 这也难怪上周的三洋股票 一路冲到涨停所死 我没有在玩股票 但看到这个状况 还是觉得非常的夸张 一路从以前的4块 然后现在破90块 真的是让人死掉未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 请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开小银铛 我是大萌Singer 我们下个月见 拜拜